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有話好說 我是主持人徐曉雯 昨天晚上十一點多 我們知道說在臺東的蘭嶼一輛黑鷹直升機要後送病患到臺灣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這件事情目前真牽動了臺灣人的心 因為在這個直升機上 除了有三名的相關的征服駕駛機工長之外 還有蘭嶼衛生所的護理師 還有患者跟患者家屬 而這六個人目前是失去聯絡 我們也看到了說透過新聞畫面 我們也看到了說 目前呢 海空還有國家的搜救中心呢 震盡全力在搜尋這一架黑鷹直升機 當然還包括了直升機上的六個人 而才從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探討的是 偏鄉醫療的命運 這是一個命運 還是一個宿命 還是可以翻轉的 而在這後送的醫療當中 我們看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今天我們的來賓 在我左手邊的第一位是新北市新店區衛生所的主任 石建南石主任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晚安 第二位要介紹的是同中和醫院急診室的執行長 盧麗華盧執行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醫師公會的全聯會議議事 王鴻鈺 王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大家好 最後要介紹的是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朱顯光副執行長 大家好 我們等一下也會扣澳到藍恩基金會的執行長 南馬歐斯 也請他們來跟我們談談在藍瑜的狀況 我們先來關心的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黑鷹直升機要起飛的時候 當然外界會質疑說 那時候測到的風數 十二級風 很強的 等於像是一個 有點像是颶風或者是颱風這樣的等級 這樣子掃過去 到底在那個時候 這符不符合這個黑鷹 它可以起飛 飛行的一些相關條件 那當然是在說病犯 這個命很重要的當中 我們是不是還有其他可以考慮的條件 先來看這段 醫西亞 空中救援直升機來回出動 國搜中心動員所有人力 試圖找出這一架失聯的黑鷹直升機 還有機上的六名人員 海底下也沒有放過 但多位潛水人員探勘的結果仍然不樂觀 民間漁船也加入救援 都希望能搶在黃金七十二小時之內救到人 應該困難度很大 因為風向都往外海吹 如果有漂流的話 也會被漂到外海去 但天候不加海向差 增加了救援的困難度 失聯的這架編號NA706黑鷹直升機 是在二月五號晚上十一點九分 從台東起飛前往蘭嶼 在十一點四十八分折返起飛三分鐘後失聯 消失在距離蘭嶼外海一百公尺 陸海空全面出動漏液搜救 其中一架S拐洞系海鷗直升機儀表板 一度傳出故障訊號 改有另一架替補 機上總共有六個人 包括擁有豐富飛行時數的正駕駛 康萬福 副駕駛唐文彥 以及機工長陳冠宏 還有病患張榮明 家屬黃英蘭和護理師蔡毅敏 但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傳出好消息 不只空勤總隊的同袍難過 接獲消息 趕到台東的家屬們 心情更是沉重 面對媒體不願多說 同時也趕到台東的內政部長葉俊榮 當場向家屬們致意 承諾一定會全力搜救 外界質疑為何前一天的海象差 氣象預報八到十級的陣風 有如輕度颱風 仍然出動駐園 加上目擊者宣稱看到直升機起飛後 疑似有歪斜的情形 是否導致失事關鍵 空勤總隊表示 當時天氣已經達到不力飛行的臨界點 不過失事的原因是天氣還是機械 還要進一步調查 而這架失事的黑鷹直升機 是去年年底向美國採購的新飛機 出事之後 通行的其他黑鷹 則暫停任務進行檢查 記者綜合報導 好的 我們看到了 這是一個在地醫療缺乏 它必須要後送到台東去 但是在這後送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就冒著風險 而這一次在黑鷹的事件當中 我們看到這樣的風險 不僅是負責執勤的 這些黑鷹的正負架式機工長 甚至連家屬還有陪同的護理師 都在這當中 在這當中我們要來看看的是 這麼多離島或者是偏鄉的民眾 他們在申請 比如說用航空機後送的時候 他們知道說 其實有時候真是要堵一點運氣 但是偏鄉就真的只能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說 在這一次的後送病患 黑鷹直升機失蹤的這個過程 在二十三點三十三分 第一點三十三分 空氣總體獲報 藍嶼衛生索藥 將一名肺炎的患者 後送到台東的馬接醫院 所以派出黑鷹直升機 從台東機場飛到藍嶼 那直升機在這個十一點四十八分 載到病患從藍嶼機場起飛之後 不到三分鐘就在雷達上面消失了 塔交護台呼叫也沒有回應 而氣象局的觀測資料顯示 當時最大的陣風是十二級 十二級喔 有一點 有人說這是一個輕度颱風的這個等級 那每秒是三十三點五公尺 那一樣的在這個飛機上有六米 那現在正在受救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說 像這個盧麗華執行長 您之前曾經其實 對於這個後送這些是相關的機制 您很瞭解 到底當空勤總隊一接到這個命令之後 他們是不是就一定要使命的 還是說其實要有一些個考慮 因為我們現在的轉診是都是在空中勤務總隊 都是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這邊來做判斷 因為我們現在有也要夜航 因為很多國家 他直升機的體系是不接受夜航 比較像大家在看到那個Doctor Haley 日本那個Doctor Haley 他晚上是不執行任務的 他就像我們過去幾次慘痛的教訓 像兩次那個中心航空在金門失事 都是在夜航的情況下 而墜害或失事 那這個情況會造成我們很大的損失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整個流程是 我們醫生就是提出申請 提出申請以後 就進入空中轉診審核中心那邊看 要不要灰 如果判定是要灰的話 他們就是連夜執行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將這個法令做一個改變 要送 但是不一定要晚上立刻送 像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我們如果要有一個好的制度 然後才能夠去加強 像說要送只要判定 要送就天一亮再送 那個我們未來在南嶼 在各地的離島 要做的就是加強 讓他們能夠將病人能夠維持到天亮 讓他安全的回來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制度 他不然大家都一直在講 這個危險性 他其實一架直升機 他的最大的效果 效益 要一年要灰個五百趟六百趟 他才能夠達到他的效益 但是我們目前大家都只有在談論到 他這個失事的結果 都只有在談論說 一次轉送 他的成本是多少 但實際上成本不是這麼算的 因為我們在偏鄉離島不可能沒有直升機 他沒有如果有了直升機 他灰的次數太少 他沒有發揮很大的功用 這架也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先想要有想法 我們要不要建置這樣的直升機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克服法令 不是說那個六小時就要 像離島 他不是說六個小時 他就送到以後 他就要再灰回去重新待命 這些不切實際的一個會造成飛行安全的 這些法令應該都要趕快去修訂 然後再來我們的環境 像說之前美軍說 大陸是不敢來臺灣登陸的 因為臺灣太多電纜線了 我們的環境也都要去改變 不然以後也是沒有辦法發展 他的運作模式要怎樣 好 那個執行長剛才提到說 希望比如說患者 不過像這次破壞了 就是說在當時的 譬如說真的有這麼中心 這當然是一個判斷 一個判斷 那另外剛才知識長也提到說 希望其實就是說患者的 包括他的生命現象 他可以持續 或者說如何讓他的這個 傷勢不再惡化 以至於可以到明天早上 比如說這個亮度 看比較有的時候比較涼快 但是這一些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不是也要取決 離島當地的醫療條件的王醫師 其實我們國家對離島的醫療條件 是蠻多支持的 像今年我們就編了三地離島 醫療幾戶提升計畫 就編了六億 然後醫療地區 醫療資源地區缺乏的地方 西醫基層是編了一點八七億 那醫院又編了八千萬 那這些全部都是給弱勢的 問題是他有沒有很有效率 那我們剛才我都同意盧醫師跟主任 講的就是說我們飛機起飛的條件 要要注重安全 那另外的重點 就是我們怎麼樣加強南嶼 還是其他離島的醫療能力 那南嶼的人口 大概只有五千萬人口 五千萬 五千 五千 五千個人口 那我們一個醫師 大概服務六百多個 所以他理論上是配置差不多八個醫師 那我們當然可以給他double 給他多一點資源 但是你要知道說八個醫師 他要扣掉值班休假 其實也只有三個醫師的人力 所以是不是男女 就是說我們可能要讓他們醫療能力 能夠提升 有內科系有外科系 那其實我們國家做了很多事 我今天在高鐵上看了網報 說那個病人是因為慢性肺病 那當然也有的報紙寫肺炎 有的是中風可談 那麼像慢性肺病 我們國家就有一個慢性肺病的改善 提升計畫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他喘得很厲害 沒有辦法喘到隔天早上了 那我們給診所多一點資源 不要都是在大醫院 給診所多一點資源 那這些資源的話 已經有七千多個人享用過 所以我們國家其實是做了很多事 但是我覺得可以做更多的事 像說男女就是五千個人口 恆春有五萬 那恆春的話 以前薛瑞源次長在那邊 建造醫學中心 也是撐不起來 澎湖有十萬 金門有二十二萬 所以這個都可以整體的考量說 我們要怎麼樣 讓那邊可以用遠距醫療 遠距會診 那邊能力好一點 那當然你給人家的待遇要好一點 那像這個護理師 是我最感動的 他們說在那邊兩年 就可以調回本島 他已經撐了五年了 對啊 他們就先這樣子撐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像在蘭嶼 其實你知道 以前在臺灣本島 恆春 因為大家都常去玩 那其實如果遇到 比如說大車禍或什麼時候 其實恆春的那幾個醫院 大概立刻就滿滿滿 那他們也常常就必須要飛車 狂奔往高雄 長庚或高雄的那些大醫院 說你在臺灣南部 你還可以這樣 但是我覺得在離島這些地方 特別是像是在東臺灣 綠島 蘭嶼 特別像蘭嶼這個地方 你真的是要卡住 我說真的有時候是好 派離我們 覺得有這種東西在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願意給能力好的醫生 多少錢一個月在那邊 拜託他去 那我看我們衛福部到最後 就是督促醫學中心 你要派哪裡 都是用量 我有派幾個醫生 但是那個醫生的心 有沒有在那邊 因為醫生他也有小孩 要讀書要幹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能力很好的醫生 願意說去那邊個五年 十年 還是說也可以有一個傳承 或是說我們的保送生 離島保送生 可以訓練得很好 訓練多一點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故鄉去 這個都是我覺得 衛福部現在趕快做的事 其實我覺得這是 當然會也是談到 我們等一下節目要談的重點 我們這時候要先那個 交給這個藍恩基金會的執行長 這拉馬歐斯 在線上了嗎 對對大家好 那那個 拉馬歐斯 你可以執行長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談一下 其實有時候 我們像我自己本身沒有去過藍嶼 那我大概也只能從這個畫面中 去看到 藍嶼衛生所 他有一棟大樓 但是大家會覺得說 這除了大樓之外 那是不是該有的設備有 但是人力這部分 在你們藍嶼當地人當中 你們心中怎麼去看 這個醫療資源這樣夠嗎 這個長久以來 其實藍嶼人對醫療資源的匱乏跟需要 其實我們過去在民國六十年七十年 都提出非常多的呼籲了 那從早期有很多偉大的醫師 類似像田雅各奉獻自己在這個小島上 那到目前的2017年 我覺得在2017年2018年 這個醫療資源的問題還是存在 那回到我們現在來於衛生所 那我們自己當地人 常常也會到衛生所就醫 那但是在衛生所的醫護的人員的人力 跟器材的規格 然後整個醫院的規模 那包括我們這個常常關心的這個 這個這個太平間 那相關的設施其實都還是不夠 那所以這一次我自己透過臉書 希望能夠呼籲我們的政府能夠透過這一次的事件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事件是不意外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族人要後送台東 然後遇到這個意外 那因為天后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能夠在島上進行必要的救治 那專科醫師足夠 醫師的待遇足夠 然後醫院的設備規模能夠足夠的話 我覺得對蘭嶼的生命權是一個很大的保障 那再來就是說 蘭嶼衛生所我想應該也已經有20年的新建的期程 我覺得對蘭嶼目前來看 經過20年的人口結構 旅遊人口的每年10萬人以上 所發生的交通意外事故 以及我們常常會看到島上的這個魚撈或是魚獵 或是外面的研究生 在蘭嶼的意外 那這20年來我覺得應該是要重新再來評估 思考蘭嶼的醫療 在這20年後要重新再注入更多的資源 讓蘭嶼的醫療資源能夠在地化 那不管是透過IBS 或是不管是遠距醫療的方式 我覺得蘭嶼在地的醫療的品質 醫師的人數 器材的充裕 我覺得這幾個面向 該是在這一次能夠對蘭嶼醫療的環境 做整體評估了 是 我們剛才聽到的 其實就是蘭嶼在地的 在地人 他們很深很深的心情 我相信不只是蘭嶼 其他的這些離島地區的民眾 他們如果遇到這個大的事情 大的這個災害 沒人想說自己要破壁 但是如果遇到這個生病 又遇到像大的 特別是蘭嶼好歹也是一個旅遊旺盛的旅遊觀光地 那其實大家去吃頭那很多的意外 你都沒有辦法評估的 那像這個部分 呃 執行長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過去有反應嗎 有常常反應嗎 那收到的訊息是什麼呢 其實在最早期就是蘭嶼面對現代化的過程 其實醫療的解決是我們最大的一個訴求 那尤其我剛才提到在民國六十年七十年 整個蘭嶼醫療的困乏 那造成我們當地的這個生命財產的危害 那我們其實提出很多的訴求 那也很多的醫藥醫政單位的長官來 但是其實都沒有一個決心去解決蘭嶼的一個醫療問題 我認為現在蘭嶼的醫療問題 應該把它看成是國家的層次 國家醫療 國家醫療行政層次去看蘭嶼的醫療 才有辦法去解決蘭嶼的醫療 那為什麼蘭嶼的醫療那麼的重要 第一個就是我們是唯一離島的原住民地區 那相對的在生活條件經濟收入 是非常辛苦的 那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們如果生病後送到臺東 或是我們無法在島上進行的醫療行為 我們到臺東 高雄 臺北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付出了兩倍三倍的生活民生的一個支付 也就是我們的交通費 我們的住宿費 我們的旅館 我們的飲食其實花掉我們非常非常多的積蓄 所以我認為應該把蘭嶼的醫療困境看成是國家政策去面對 我再進一步要提其實蘭嶼是除放核肥料的地方 我們衛生所有沒有能力去面對核肥料意外的第一時間的核安公害的處理 我都非常非常的懷疑 所以現在當務之急應該有決心的去解決蘭嶼的醫療問題 我覺得我建議能夠朝向民族醫院 能夠朝向一個功能特殊性的醫院去思考 那讓蘭嶼的整體的醫療在器材人力 然後整個流行病血的研究 緊急的這個處理 專科的配置 通盤性的來檢討 我希望醫政單位在今天能夠看到這個節目 面對蘭嶼的醫療困境 好 我們謝謝執行長 謝謝執行長 在線上告訴我們蘭嶼人的信聲 顯光我想要請你跟我們談一下 剛剛蘭嶼歐斯他提到了 他希望這個國家他可以特別看待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蘭嶼這個地方的特別的一個需要 那但是在這個事其實在過去 許多的離島或是偏鄉 其實政府還是就是用一般的一般的標準去看 可能稍微好一點點或希望多給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真的能夠符合 比如說像這樣子離島他需要有後送 需要有這些的問題嗎 我覺得在臺灣現在健保二十二年 每個人都有一張健保卡 但其實醫改會五年前其實也盤點過 臺灣的各地的醫療資源 我們含一個口號叫同卡不同命 我們都有一張健保卡 但其實那最近這一年 國健署衛福部也委託了英國單位 做了臺灣的健康不平等的調查報告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怎麼樣 讓他更健康 我舉個例子 在健康不平等調查報告裡面提到說 臺北的是臺北市是臺灣加護所得最高的 是臺東最低的是他的兩倍 但是年齡別標準化死亡率以後呢 反而翻轉過來了變成是臺東的 年齡化的死亡率是臺北市的兩倍 那我覺得這怎麼樣去改善這個 同卡不同命的問題 我覺得是我們除了健保以外 的確是一個國家層級 特別是衛福部國健署 都應該去努力 我們現在只在健保的分配裡面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健康的因素或死亡率的因素 有很多因素 但我覺得今天這個令我們難過就是說 他是一個緊急後送的問題 那的確在偏向離島 的確就像執行長講的 的確有一些 我們說的五大急重難症 他的確就是要緊急後送 一個黃金救命的時間 那這個不僅不僅是病安的問題 可能也要牽涉到肺安的問題 我們要有一套制度說 急性的心臟病 腦中風或高認證的 或兒童急症 重大外傷 這個部分一定要有後送 在地化怎麼樣強化 我們這個後送怎麼樣有一套好的 後送的機制標準化機制 然後結合肺安 包括我們有一套醫療專機 足夠的救援 救援人員 然後判斷的基準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認真去面對的 而不是還是維持現在的體制在做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還有一個模糊的地帶 就有些東西 他不是我們說的五大急重難症 要有三十三十分鐘 或幾小時的黃金救命時間 那這個部分 因為在地的醫療沒有強化 所以就變成說 我有一個在地的衛生所醫師 其實他也不願意擔心這個責任 或是沒有辦法說 再延長後送的時間 那這個部分怎麼樣去強化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能夠靠說這些醫師 做功德的行程 留在那個地方 特別是前一陣 有一個新聞就是 黑水溝人衣 侯醫師他自費買船 我覺得這個也是要靠體制的制度 那我覺得 現在也不是他們的問題 可能也不是只是在健保經費 或錢的問題 最主要是我們有沒有很好的後援系統 包括剛才各位前輩講的視訊醫療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一般家 醫科或醫師 能不能有多科的 透過更好的視訊醫療 讓他更有把握的去做各種的處理 那他有把握說 把病人多留在那個地方 做一個好的處理 不用說我很擔心幾級後送 這個部分我覺得 是必須要做更多的思考 的確政府也可能說 為了這個離島 其實現在在這段時間 比如派出了黑鷹直升機 那也號稱這是死上最強的 這個救援型的直升機 比如說他核適在高海拔 跟海上的救災 救難救護 觀測運輸 還有最強的是 他是有一個夜間增縮的功能 而且還可以載到十五個人 或者是救護的單價 也可以到四具 那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這麼強的這麼強的這個救援直升機 他放在了其實很多人說 這麼強這應該就是最強的這個 後送直升機 但是他還是出事 在這個出事當中呢 我們該怎麼去看 應該是說是因為機器嗎 這都要等調查 但是我們是希望說 為什麼在這樣一個專業總和的這一部分 我們到底在這個後送的這一塊 到底合不合格 其實像今天發生這個令人遺憾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問題還是分兩個部分 那一個就是後送的問題 那後送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距離這個東西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所以說其實我們能做 就是盡量能夠加速這個後送的流程 那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像我們之前同事都笑說 我們在臺大醫院工作 最好的的優點在哪裡 就是我們哪一天 就是在醫院裡面中風或心臟病以後 被救回來機會比較高 因為距離很近 那其實我想就是我們今天像離島 是必須用直升機 那在都市的一些偏鄉 他也是需要用救護車 那救護車其實也會有出一些意外的可能 所以說其實後送的話 但是儘快讓這個程序 讓他比較順利 那我想今天這個新聞其實另外還透露一點 就其實也有另外一個聲音說 是不是能夠讓病患在島上 再撐久一點 那其實這就牽涉到每個地方基層醫療的強度 那其實因為現在的話 其實像綠島這樣三千人的話 其實其實一般來說 像以我們以前這樣子 其實很多新北市很多衛生所 大概都四五千人就是一位醫師在照顧 那其實是勉強可以照顧的過來 但是其實因為像離島的話一般 像我今天就搜尋了一下 蘭嶼衛生所主任 結果就跳了一堆新聞 每個都說太棒了 我今天終於有一個新主任來 那這個新聞越多 就代表他輪替越快 那輪替越快的話 其實就是代表 其實他並沒有辦法長久經營 像我們之前在平溪待十年的 像像我個性算是比較晚熟的人 其實我覺得到兩三年才差不多 能夠稍微融入一些當地的一些風氣 人文的部分 然後開始針對當地做一些 比較特殊化的一些醫療的建制 所以說其實輪替很快 其實對一個基層醫療來說 是很傷的 那像基層診所 一個診所其實開業他也是越長久 他其實根基才是會越穩固 那所以說其實我想問題 還是要再怎麼樣把這個醫師 尤其是能力比較強大的醫師 留在這個島上 讓他能夠留的時間越久越好 能力比較強大的醫師 能夠持續地留在島上 而且留得越久越好 這其實都有一些所謂現實操作上 還有目前制度上的困境 那其實我們也來看看 就是說我們剛才一直提到的說 在這個整個制度跟大環境 還沒有改變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多離島的鄉親 如果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還是要依靠後手 那在這個空中的轉整制度裡面 到底會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來看這段BC啊 去年九月南投與嘉義交界的水漾森林 一棵枯栗木倒下 砸中民眾的露營帳篷 造成三人受傷 空前黑鷹直升機來到水漾森林的上空 分別將三名受傷的民眾 吊掛上來送往接駁地點 郊遊救護車送醫急救 一次可能有固執的情形 我們有把它做那個三角形的固定 另外一名的話可能臉部或是 其他地方都有多處擦傷事業傷 還有這位住在綠島的急性病患 因為離島資源缺乏 他透過空中緊急後送就醫治療 民國九十一年空中轉整中心成立 主要是空情中心國搜中心 一起合作的平台 特別針對離島原鄉偏鄉地區 只要民眾發生中風呼吸衰竭等危急性命的急重症 就會啟動空中轉整機制 將病患送到距離最近的醫學中心救治 空情總隊的飛行員 他必須全功能的 他必須在高山上面去操作 也必須在昼夜間海上操作 這些都是屬於高度專業的直升機的操作 只要離島偏鄉衛生局申請後送 就會啟動空中轉整評估 並通知空情總隊與民航局聯繫後 確認飛機的狀況 以及天候狀況符合即將的標準 黑鷹直升機就會前往救援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空中轉整後送執行這十幾年來 每年約兩百多件的任務 迄今已經完成四千多件 我們定有這個後送的標準 那這個標準有包括十四個項目 不管是內科外科或是一個緊急或是嚴重的創傷 如果他符合這個空中轉整的話 那這個費用是由政府來支付 衛福部表示這一次發生飛航事故的直升機機零不高 也有夜航設備 事前患者也經過評估 空情總隊也評估過天候和直升機的狀況 才決定出勤 雖然一切符合程序但仍發生首次的重大意外感到遺憾 記者委員應來齊張明哲陳信榮台北台東報導 是 我們在看到的是說在這個空中後送 那但是在這個後送的工作當中 其實醫療後送他有一些判定的標準 比如說是依據了緊急醫療支護法 還有這個直升機的管理辦法 還有離島有空中後送的標準流程 那基本原則就是說當地的醫藥資源沒有辦法提供治療 而且具有時效跟病情的迫切性 飛行空中救護的話就會一擊影響到病患生命的安全 第二 接受轉診或整治的醫院的確也可以提供 這些病患他有一些確切的治療 另外在這途中有足夠的設備跟受過訓練的救護人員可以隨行 那另外病人家屬可以隨行 但是一人違憲 那另外他們說其實在一個適應症 他是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標準 但是呢我們也想要瞭解 像這個執行長在這後送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有時候這個判定 這個判定到底是因為是真的這個在地的醫師沒有辦法做處理 還是說是因為病人他迫切的要求 或家屬迫切的要求 在以前空中轉診審核中心成立之前 當然很多都是家屬要求 那個消防局他就沒有辦法 他就一定要提出申請 也沒有一個審核的標準 他從民國九十一年 他是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巴掌溪事件 他我們政府把這些收救的資源 都合併到國家收救指揮中心那邊 他包括那時候的衛生署 也派了醫師進去 我在那個第一時間 我們就是進駐到那個空中轉診審核中心來做審核 他當然有時候都會有那個民意代表 來施壓給我們的那時候的執行長 就我研究所的教授蔡賢漢教授 但是他都很有擔當都把他擋下來 所以這個濫用的問題是沒有了 但是我在在我的感覺裡面 就是說我們的直升機實際上應該是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 在安全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效果 如果說能夠在地方就有直接能夠派遣 像說蘭嶼這個個案 要是不是能夠提早一點 因為如果他喘 常常比較早 就已經稍微有點喘 那時候是不是就要考慮早一點送 或是能夠像剛才就是能夠延後一點 那邊的醫療的強度能夠加強一點 能夠維持到天量再送 因為直升機的後送 直升機的這個任務 他的危險風險性 比一般那個直升機的任務 他風險高了六倍 尤其在晚上更是的高 所以我們理論上是盡量不要夜航 而且夜航以後像有些外島 他不要再重新回去待命 因為一個晚上要同時有兩件以上 真的是不可能 結果我們為了一些法令的限制 把我們國家一些寶貴的民間的一些資源 都消耗掉 因為那些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但是一個一架一架直升機 就是葬送在不切思議的一個法令上面 真的有時候都覺得非常難過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趕快再發展 因為世界各國 我們臺灣其實空中救援的歷史非常的早 從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退 那時候因為我們軍事的需要 我們的空中救援就非常的發展 但是今天我們跟不上連我們對岸的大陸 我們都逐漸在跟不上 他們很多的法令 已經都准許直升機 派遣在就是放在醫院裡面 然後隨時出去救援 我們很多的法規 我們讓我們的很多的空中的救護 還是沒有辦法發展的起來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在醫療的 離島醫療的現況跟困境 的確這個困境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說整個制度沒有大翻一場的話 那該做的可能還是要做 那我們來看看說 為什麼離島醫療的現況跟困境 像在臺北市 臺北市這個人數兩百兩百六十幾萬 將近兩百七十萬的人口 醫事人員的人數就三萬多 其實醫病比是一比八十一 那醫院數有三十六 病床數有一萬七千多個 那屏東縣的琉球鄉 他人數是一萬兩千多 你來看他沒有病院 可有微生素 好 綠島一樣 沒有病院也是可微生素 蘭嶼一樣 他也是可微生素 那澎湖這幾年 這幾年有好一點 他人數十萬 但是呢 他的醫護人員三百多人 但是也全部都在馬公 但是澎湖一樣有很多的離島 比如說像七美 那在金門呢 一樣也全部都在金湖 那在連江就在南竿 這一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是 在臺灣的醫療資源 其實這不用講 這是以前我們常在說 這是以前是南北不均 城鄉不均 那其實真正嚴重的 就是在這些離島地區 偏鄉可能也是上下下 你要花一些時間 但是在離島這部分 我們一再強調 沒有人願意要花那個 做直升機的提心吊膽 但是這個部分 政府真正的可以怎麼做 不是不只是說 剛才像王醫師提的 你不是只有這些三高拿藥去看而已 是不是有一些的在急重症上 他是可以發揮效果的 我想我們大概就分三個 第一個是風險 這個什麼事都有風險 那這個四千多次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不忍苛責 那第二個就是判斷 剛才盧醫師說 能不能早點送 能不能晚一點送 這就是判斷 第三當然就是主持人講的制度的問題 那我回一下主選官 父子長講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制度 我覺得對偏向要好一點 舉例來講 居家醫療 我們去病人家裡看病人 一次一千五百五十三塊 那余善如醫師在臺東 可能開車開一個小時去 開一個小時回來 也是一千五百五十三塊 臺北市連的醫院 他可能到附近的大樓 也是一樣多的錢 所以對偏向是不是說 因為我們政府就說 你可以跟他收交通費 但是問題就是臺東的人 就是比較 經濟上沒那麼好啊 所以這個醫療不平等是很重要 那講到制度 我是覺得說 有三個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今年已經有收公會生了 那能不能多收一點 就像說剛才南宇的執行長 你就收五個公會生來啊 我就讓五個 因為我們醫學系的名字是固定的 但是公會生 我們可以額外加 外加 外加 你五個 七年後你就五個 八年後就十個了嘛 你一年就五個嘛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短期內 以前在臺大 要生主治醫師 你要去燒地阿拉伯 我們現在能不能說 你到綠島南宇 那這個就是制度上 我們可能要這樣請他幫忙 可是我們再把制高點提高一點 這個病人就是喘 喘的話就是要內科醫師 尤其是胸腔內科的醫師 我們去年胸腔內科全國才收十九個 沒有人要走內科太累了 更沒有人要走胸腔內科 所以將來連臺大都派不出胸腔內科 去南語 所以就是內外婦兒 現在沒有人要走 那我們國家是不是要想辦法說 因為我們現在你內科看一個老病人 看了很久半個小時 可能跟皮膚科看一個人的診察會都一樣 所以將來是不是說 可能有一些科別的診察會 沒有人要走的科別一定是很累 那風險又高 你是不是要多一點錢給他 我覺得這個是更重要的一個制高點 所以長期就是靠公會生 那你一定要回自己的故鄉 你要愛你的故鄉 那短期就是醫學中心 可能要派人去支援 讓他強壯一點 那當然國家就是要付錢 那我們國家我覺得是願意付錢 是有沒有辦法人的問題 有人願意去那邊兩年三年 那當然你如果說一個訓練好的總醫師 剛好要生組織醫師 那時候年輕力壯 小孩子又不用剛好要升學的時候 大家都去那邊個三年五年 去那邊把他們玩個過癮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方向 這個時候我要再問一下那個施主任 施主任自己在那個空阿寮 跟品系待過 你自己說說吧 公費醫師喔 我想這幾年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其實進大學的時候 一天的公費以後 其實你不知道你畢業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說簽了一張空白支票 他說人家派你去哪裡 就是去哪裡會改的 所以說現在越來越多人不敢填 就是這樣子 那我想其實公費醫師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機會 就是說可能有些人 並沒有經歷過偏鄉 因為我們一般的住院醫師訓練 都是在大醫院 那看到都是醫院的這一套 那我們真正下鄉 其實可能會看到開始學習新的另外一套 那這是一個契機 如果有人真的合 合得來 可能會有一些公費醫師留下來 那當然也要條件夠好 其實如果不然因為到了很多 像剛才王理事長講的 就是一定要年輕沒有家雷的時候 可能可以派他出去 去三五年 但是其實如果真的要留下來 其實真的要有一些誘因 那我想說其實講到大醫院支援 其實像我記得我們住院醫師的時候 還是實習醫師的時候 臺大醫院都會派我們去衛生所支援 那時候去就是一邊算是就是看一下 其實也是個新奇的經驗 那後來慢慢的 那時候的衛生所主任 很多都是臺大醫院派出來的 那可能經營一個三五年之後 其實他也用動用醫院資源 包括住院醫師 實習醫師 然後見習醫師 都可以來協助這個衛生所 推展一些健康的公共衛生的業務 然後呢這個主任當個三五年 可以回去臺大做組織醫師 他就不用擔心他七老八十 可能還待在這個偏鄉的衛生所 這樣子每天這樣子奔波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這個跟日本 像我們去日本有個佐久醫院參訪 其實他們也是同樣的模式 他們也是說他們把一些年輕 可能有潛力的醫師派到 派到偏鄉的他們叫診療所 診療所去 然後他們覺得說到偏鄉 其實他不只醫療 他其實各個方面都要 都要能夠好 包括與人溝通一些各個方面的 然後他訓練成熟了之後 再派回醫院 就變成說 他們說醫院的一些教學 那是對醫院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資產 才不會說好像後繼無人 然後後來也沒有人交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這個 都是可以考慮的 其實偏鄉的醫療困境 有很多像剛才我們提到的 這個公費生 常常是約一到 我立刻轉身就走人 因為你留下來 老實說 臺灣既然不是烏托邦 你怎麼能夠要求每一個人 都要當使懷者 你總不能每一個人都要求 他是南迴的許曉平 對不對 所以面對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 是不是我們在這個制度 或是包括這個經費薪水部分 老實說 這個也是要考慮的 難道不是嗎 我補充一下 以前的公衛生 公費生 不是當地的 所以他常常就是畢業了 他沒有學好 就派他去鄉下 派他人力缺乏了 這樣是不會成功 我現在講的公衛生是 你南語的人來當公衛生 你綠島的人來當 對 就是說政府要在地的 訓練好了以後 就回故鄉 對 那這樣子這種公衛生 才可以回到自己的故鄉去 這個才是正確的方向 好 我們先來看一段MBCR 來看看說其實在 這個離島醫療 他的一個困境究竟是什麼 黃醫師細心為長者診療 還要面對許多疑難雜症 看似簡單的診療拿藥 對長輩來說卻相當重要 因為這是等了好久的巡迴醫療 南投中療衛生所的醫師退休後 衛生所一年半找不到醫師 相關的巡迴醫療門診停擺 直到去年五月 醫師黃以傑來到這裡 才讓空窗機解套 根據一百零五年度統計資料 設計在中療鄉的只有一萬五千元 而十八個村卻只有兩村有診所 缺乏大型的醫療運所和公共交通 加上山區長輩久醫不便 也凸顯偏鄉醫療資源缺乏 面臨同樣困境的 還有台東南迴公路 全長一百多公里 卻沒有一家醫院 這讓曾經在達仁鄉 衛生所服務十五年的醫師徐超斌 相當感慨 為了維護當地居民的救醫權 徐超斌籌建南迴醫院 預計聘請七名專科醫師 並提供二十四小時急診服務 南迴醫院是靠著民間的力量 才有興建的可能 但光靠民間自立救濟是不夠的 還是需要政府積極介入和協助 才能真正改善偏鄉的醫療困境 我們看到了這些狀況 那其實剛才提到的這個公費生 其實政府也不是沒有在做 但是我們一起來看看說 在目前政府所做的這些醫療政策裡面 到底夠不夠 需不需要哪些再補強 或是是哪一些它的方向 其實是相反的 來看 比如說醫療在地化 要強化的基礎醫療 要擴建衛生所 補助這些相關的 比如說資訊或者是電機設備 那公費生的養成 比如說每一年培育四十名的醫事人員 醫學中心支援 要求醫學中心要認領 離島偏鄉 要求長期配 派出醫生保障薪資 不願配合的就要降級 最快一百零八年上路 那另外就是照護社區化 整合計畫 補助原鄉的離島醫院 比如二十四小時的兒科急診 還有擴大巡迴醫療 第三個就是救護即時化 轉診後送服務 需要轉診的交通會有補助 航空系有駐地服務 比如說最快一百零七年的七月 要來這個 比如說台澎清馬有一輛 有一架常在那裡的常駐直升機 最快一百零七年的七月底開始直起 請光你看一下 這些是不是能夠敲到重點 我覺得對離島或3D離島來講 因為他醫師數本來就不夠 剛才您講那個數據 我們換算一下說 全臺灣平均的人口 每一萬人 大概是平均是十八個醫師 那在3D離島地區的話 每一萬個人就只降到八點二四個醫師 就足足少了十 每萬人就少了十個醫師 所以原住民的平均餘命 就叫全國的平均低了八點七七歲 雖然我們的平均餘命到八十歲 但他就少了八點多歲 將近九歲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怎麼樣解決 我覺得公費的支度 當然特別是在地化 當然是可以做 但我會覺得有點緩不濟急 要培養一個醫師護理師 那現在的話也慢慢也不是說 靠做功德 特別是年輕人 而且也不是打個體戰 要靠團體戰 那其實早期就像主任講的說 台大當初在推群醫中心 從共僚 很多地方做起來的群醫中心 就是說由台大這個團隊去支援 那他也會覺得後面有教授 有學長支援團隊戰 我覺得會讓他比較心安 整個體制去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長遠必須要努力去做的 那我覺得說 當然最現在最大的挑戰 我還是比較擔心是急重難症的問題 因為一般的看診 透過IDS 其實也是已經慢慢有普及 居家 居家再宅醫療也是 但是急重難症 真正那個是生病 急重難症 不能挑時間的 那我們怎麼樣設定一個好的 黃金的搶救動線 結合非安 結合病案 然後逐一去檢討每個個案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優先 應該要強化去做 那我最後還提的是說 現在也人口老化越來越多 現在大家也在強調說 在地好命善中 應該會最近也做了一個盤點 是說像臺東這個地區 不只急重難症的資源很缺乏 他們連安寧的資源 也有好幾個次醫療區 連任何一種安寧的資源都沒有 他必須要車程兩個小時以上 居家安寧的團隊 根本都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也有 他連最後要落葉散終 都只能留在大醫院的病房 他要居家 我覺得這個部分 包括很多公共衛生 很多怎麼樣做 我覺得這個不 不是只能靠臺東衛生局 自己在做的 我覺得這樣 怎麼樣綜合的健康 我覺得這是我們優先要看到的 春衛福福要整個去做一個盤點 對 其實像我們這樣看起來 像譬如說強化基礎醫療 這有個重擴建衛生所 我覺得大家在談到 就是醫療這個地方 其實硬體的補助 大家會想到 因為居民會說設備不夠好 可是其實像我們長久這樣下來 會覺得說其實人啊 人是重點 像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 在家附近就有一棟醫院 但是我們會發現 其實很多醫院蓋了 最後經營不下去 變成抗索山芋 所以大家都不想經營這個醫院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把 如果有這些經費 其實人的部分 其實算是比較重要的一些 那急重症 因為急重症 確實他之所以這麼困難 他是團隊的 團隊作戰的 所以像剛才朱執行長講的 其實就是轉診後送 這個一定要讓他順暢 一定要讓他迅速 然後另外就是在地的醫療 再靠這個把人留下來 來強化這些在地的醫療 其實我們剛才幾位也一直提到 就是說其實像現在的一個 包括健保給付 現在健保已經成為這個醫院 最大的那個 所以如果說像這醫療給付的 這一部分 為什麼這個差別 這個差別 比如說看到不同的科別 他應該要領多少錢 為什麼做不出來 那同樣的是在偏鄉 是在離島 那包括這個衛生所 衛生所的這些醫生 為什麼你說要派更厲害的去 王醫師剛剛說 應該可以把大家訓練得更厲害的 什麼都可以看 就是連有一些外科 外科也可以看 或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部分 相對的 你那個錢呢 薪水呢 你總要有誘因吧 那為什麼 這個我們就好奇了 那為什麼 我相信這個問題 也不是我們今天 坐在這裡才討論出來 這個應該是長久 就存在的問題 那為什麼 衛福部 他們沒有這相對的反應呢 曾經長 其實像我以前在馬界醫院 我從第二年住院醫師起 每那時候 每三個月 就要去台東支援一次 那個那個時代是過得很快樂 因為很多年輕的醫生 自己就是一批一批過去 但是主治醫師他們的想法 就又跟我們不一樣 在假日的時候 主治醫師在初期的時候 主治醫師都是去那邊 禮拜六禮拜天 就回臺北去 有時候刀開不下來 只好撐在開刀台上面等 等到主治醫師馬上再趕回來 但是逐漸的有很多的醫生 也真的一直落實 就是逐漸定居在東 台東在醫院附近 那這個是情況越來越好 但是要知道說一個醫院去支援 會折損非常的多的人力 像馬切那時候就是強制要升上主治醫師的前幾年 那他就是要固定要去服務兩年三年這樣 很多的醫生因為家庭的因素 他只好離職 沒有辦法過去 所以一直召醫生 一直前鋪後繼這樣一直走 那其實有時候不是那個待遇的問題 因為相對增加了很多的支出 很多的像說我們醫生 我們本來就高收入 再加上去的薪資 差不多一大半都繳稅了 但是我們的交通費 這些家人來看你的交通費 都不能報為支出 其實這個才是關鍵 他很多的薪資 像我們到這個程度 我們都不計較薪資 都都做功德 因為這個薪資 我們幾乎沒有所謂能夠扣底 其實這是最大的關鍵 王醫師一直笑一直笑 不是我是感覺說實醫師說人是最重要的 那盧醫師的問題 你如果薪水多個三倍 你就不用靠tax的問題 就是要多到一個程度 但是我是覺得說上面的人 他可能還要人就是 我舉個例子 恆春的醫院小兒科醫師本來有四個 輪郵嘛 後來跑掉一個 那一個如果出國還是去完 就剩兩個 那兩個的話就是坐三十六小時 休息了十二小時 所以剩下三個第三個又跑掉 剩下兩個 兩個又跑掉就沒半個人 所以我們一顆至少要有四個人 可是政府常常不知道 他覺得兩個三個就夠 因為小兒 小兒急診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我們最大的痛 我們一個地方就是要四個人 那你馬接醫院四個小兒科去一個地方 他自己就垮了 因為現在內外婦額都沒有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內外婦額如果人夠的時候 這整個我們的資源才會成功 那剛才說不是混亂幾個 最好是一個外科很型 一個內科系很型 一個外科系 一個急症科很型 只要衛生所有這三個很型的人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病人有一點保障 可以拖到明天早上再揮 我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像王理事長講的勾起 我那個慘痛的回憶 想當初就是剛到共療衛生所 他是臺灣本島少數有一個二十四小時的急救站 急診 所以說其實他二十四小時不分白天晚上 就是有人來按門鈴 我們就是要起來看診 所以包括過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 那那邊衛生所就是兩位醫師 兩位醫師 所以說當像最近快過年了 過年的話就是年假假設六天好了 那我們請支援醫師 通常支援醫師不會在除夕夜或大年夜 或是過年期間來支援的 那所以說我們通常都是一人分一半 就是一個人就是直到除夕或初一 然後再來交班 然後就是過年期間 其實又是不分日夜 就是說因為你只有一個人在那邊 所以白天看 晚上看 大概我那個時候記得是每兩個小時 就要起床一次 晚上 所以說白天 後來已經不知道是白天還晚上了 然後等到那個年假結束 同仁回來上班的時候 就發現我在那邊好像精神 好像好像都很疲勞的樣子 所以說其實一個人在偏鄉 那個壓力其實 其實是蠻大的 就我們在醫院一個團隊 我不行有別人行 像剛才王醫師說 我內科不行外科行 但是在鄉下 你知道就是叫天天不應就是剩你了 不行就是後送 就這兩條路 所以其實那個壓力 我覺得就是 跟一般就是獲得的收獲 跟這個壓力 如果沒有達到一個程度 其實比較難有人這樣留下來 那你那時候會在那個平溪跟共療 這個偏鄉待那麼遠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待久 其實鄉下我覺得本身 他就是有吸引醫師的條件 因為其實像你看都市 現在大家都說醫療糾紛什麼 那其實在鄉下我覺得我開心了 真的是覺得就是當一個醫生 最快樂就是這樣子 像我們臺大有之前在平溪衛生所 當過主任的醫師 他回到臺大 他看到我還說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最快樂 最像當醫師的時候 就是在平溪的那幾年 就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他本身是有吸引力 本身有吸引力 但是終究你還是有出來 是因為其實畢竟小孩長大 有時候會覺得要多花點時間在那邊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會期待說 其實如果我們這些改善 其實說不定改善到一個程度 其實有時候像我們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個地方的 就是很懷念啦 絕對懷念 好我們來看看說 那或許有一些的大醫院 可以像我們剛才所提的 他可以去支援這些離島 或者是偏鄉地區 那特別在離島 像東港的屏東的小琉球市 屏東的安泰醫院 每個禮拜會有一兩天的支援 一些內外科 那在臺東的綠島 馬街醫院 臺東農民醫院 還有南陽的人愛醫院 也會提供巡迴醫療 臺東藍嶼市 臺東的基督教醫院 有巡迴醫療 澎湖的部分 還有馬祖金門都有一些 包括榮種 或是一些比較大的 這醫院都有提供 包括也有訓練一些的公費生 那顯光你來看看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打算要來有公費生 四十名這樣夠嗎 我覺得還是要靠大醫院的支援 那大醫院的支援 我覺得說 那個醫學中心的醫中計畫說 一百零六 一百零八年 才要正式變為貧健的死當項目 你不支援 你就像之前長庚有支援雲林的急診 他後來就突然不夠了 那我覺得還是王醫師講的問題說 我們現在是內外富而及的 人力根本就不夠 你要硬要他去支援也很困難 我們怎麼樣從根本人力補齊 這邊是貫通以後 在這個地方剛好抽攤 又抽攤一次 終於開始通車了 以前這樣子做 就一直想說什麼時候通車 對 我們就是貫通了 刘远 不只是琉璃艺术创作 更将人文关怀 与万物祝福 融入作品里 永远的朋友 抑郁在生活的道路上 别忘了身边好友的 陪伴与鼓励 好风好水 象征台湾的高山 坚毅不拔 见水信心奔放 是繁荣谨慎的标记 捐款五万元 加入公式之友荣誉会员 获赠永远的朋友 流离作品一件 捐款十万元 加入公式之友永久会员 获赠好风好水 流离作品一件 详情可扫描QR Code 公式网站 互播02-2633-2000 转9 教育儿童 引导儿童用一种世界的方式来 跟动物动物 比如说不处罚 比如说让它们了解 就是在照样的时候 每一个动物它们的取扰 增长它们的自己关系 互相滋养它们的生命 在地发生的新闻 都在Pepo公民新闻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